韓公捏叫从木炸中顺庙出发 沿周围巡礼 最后到茶推广中心停车场 红毯进行祭天祈福仪式 电影三太子石建国小谷队 及木炸谷中师队 各项民俗表演活动增添热闹氛围 台北市长蒋万安野道场 与木炸中顺庙董事长陈青次 一同担任主机关 带领市副团队 为嘉宾及民众进行祭天祈福仪式 古年我也有来 而且跟着我们所有的信众 乡亲一起扛着老公 练叫 一路喊着 老公来了 非常有趣 非常有意义 今天再次来参加 洋公存残横的活动 最主要 因为我们中顺庙的主神就是洋公宝怡大夫 他过去就是长期要驱逐虫害文族 过去大家知道我们文山区茶叶这个种植非常兴盛 所以只要有虫害来就请洋公出巡 驱逐虫害 那确保我们来年鼓鼓丰收 在地非常的兴旺 那最近我们在整个在地 不管是我们猫空 还有结合猫来 结合在地许多的景点 我们都希望能够祈求 未来都能够非常的顺利 而且让我们猫空商圈 蓬勃的发展 所以也非常欢迎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来我们中顺庙参拜 也多到我们猫空走走逛逛 吃好笋 品好茶 希望大家也到附近动物园逛逛 到我们附近指南宫参拜 坐缆车我们今年二月 整个缆车的外观才重新的设计 结合我们动物救援小组 还有包括马鸡猫的彩绘 希望透过有趣的方式 让大家能够了解到动物救援的概念 无论如何再次感谢我们陈董市长 每一年举办我们洋公顺参本的活动 这是台北市八大宗教活动之一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很高兴在我当市长之后 每一年都来参加 来表示我们对洋公的感恩 也祈求未来台北市 事实无灾 国家风调雨顺 所有方亲事团 大家都身体健康 万事注意 大胆子大华站 这样好不好 好 谢谢我们东元的成员长 今年东元建元110年 那我们跟他结合 今天我们领的那个完赛奖 就是东元的一个非常好 非常精致的礼物 那今年募造中寿庙 明年 明年后年是马年 那中寿庙会认 中寿庙跟其他庙也不一样 中寿庙门口有两匹马 是张寻将军跟徐远将军的座旗 那中寿庙今年开始会认养动物园里面的斑马 这个是非常非常 不只是说保护人 连动物我们都愿意来 像去年跟动物园结合 在园里面做一个动物园的超度法会 这个是全台 大概是唯一的 园长真的是很努力来到这里 真的是 谢谢大家 那今天 有没有发现今天的日子是去年我们拔杯就已经决定的日子 不是刻意去挑的 昨天听说很热 因为我昨天不在台湾 那今天回来我发现很凉 这个日子绝对不是挑的 是我们在去年正月2月20号就拔杯决定的日子 那今年大家走起来都应该超过两万步 那走起来非常轻松非常好 那明年的日子我们已经已经出了五个出炉的 我们会在网站上面公告给大家 那走起来又健康又快乐 对不对 对 那明年继续参加好不好 好 文山地区昂公巡田园历史已有250余年 中间停办十年之久 2016年在木炸中春庙董监事会的努力下恢复活动 期许将这段珍贵的信仰历史传承延续下去 2019年起文山区公所文山茶顺节结合庙方扩大办理活动 除了认识信仰文化 也认识文山区茶顺产业 吸引更多民众到猫空地区来走逛 记者文君台北报道 减特地消息 MING PAO TORONTO